大家好,我是烟草经销商小七 烟酒店收入怎么样? 对于男人来说,烟和酒似乎是心情不好时的好伙伴 在生活的重压下,亦或是在朋友的带领下 渐渐学会了吸烟喝酒,从此就欲罢不能,再难戒掉 谁都知道酒喝多丧生,抽烟等于慢性自杀 但这个行业从来没有萧条过 烟酒店收入怎么样?八大战术帮你开店 烟酒店利润,战术一,确定主打产品 到底什么是烟酒店的主打产品? 多数顾问都认为,销量大并不代表能成为主打产品 烟酒店利润高吗?在本地受到消费者的认可 如果店内不能成为该产品的总代理,也不能成为主打产品 店内主打产品应该具有一定销量,且价格相对不透明的产品 战术二,抓住婚业和谢试验群 烟酒店收入怎么样? 对于现在的烟酒店来说,团购渠道变得越来越窄 但是增强团购客户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抓住团购客户无疑更为艰难 然而得注意的是,中国除了政商消费 还有庞大的民间消费群体 这些群体也有相当的消费能力 只是因为长期以来团购的巨大优势 使得这些群体被忽略了 战术三,丰富产品结构 烟酒店内应该至少有三种产品 销量产品,利润产品,边际产品 烟酒店收入怎么样? 销量产品是指那些众所周知度较高 销量较大,客户自点率较高的产品 这些产品因为各个烟酒店都有 往往价格相对透明,毛利较低 利润产品是指那些销量相对较低 但是毛利较高或者厂家支持力度较大的产品 烟酒店选择这类产品时 好选择有品牌众所周知度 没有产品众所周知度的产品 或者选择各地众所周知 在本地市场少见的产品 边际产品,是指非烟酒产品 比如卖烟的同时还卖打火机 卖红酒的同时还卖酒具 打火机和酒具就是边际产品 实际上边际产品的收入 往往比卖酒的还要高 战术四,注意口碑宣传 对于一些顾客相对固定烟酒店来说 口碑是生命线 烟酒店收入怎么样? 要做到口碑好 诚信经营永远是最重要的信条 烟酒店不能卖假酒 对于一些价格较为透明的产品 烟酒店还要想办法 把这些产品价格比周围烟酒店低一些 烟酒店老板可以经常派人到周边各个烟酒店走走 发现一些烟酒店报价比自己低的 要及时调整报价 当然在网络很发达的今天 也可以通过网络加强自己的口碑 比如安徽某主营红酒烟酒店 就在网上做足了功夫 在网上搜索安徽红酒 哪家好安徽红酒 安徽婚宴等 都能在网上找到这家店 这种宣传无形中就是想找好红酒的网友 带到了这家烟酒店